大家好,我是小硬,欢迎来到我的知识区频道 上一个视频我们讲了如何下载、安装OBS 以及如何进行屏幕录制 我们在录屏或者直播的时候 经常会把我们的声音也录进去 那如何获得一个好的声音品质呢? 让我们来一步一步进行设置吧 这里是你电脑桌面播放的声音 这里是你电脑插入的麦克风的声音 因为我的电脑有接入麦克风 我现在在说话,所以这个麦克风收音一直有在动 下面这个输出音效 因为现在我的电脑没有播放任何声音 所以它是没有动的 我现在播放一个声音给大家看看 这个时候我们会发现下面这个也有在动呢 这个就是电脑播放的声音 好,我先把音乐关了 我们在调音量的时候 可以拖动下面这个控制条 最好是调到黄色区域内 如果你觉得声音太大或者太小 可以拖动这个往下降一点 或者深一点来进行调整 我们来试一下 如果我把这个声音往右拉 那不管我怎么大声喊 我的声音始终大不起来 好,我们再拉回来 如果我需要电脑的声音 不需要麦克风的声音 把麦克风这个喇叭关掉就好了 这里看到有个红色的叉叉 虽然你看到这个声音条还在跳动 但是这个颜色已经是灰色的了 代表它不会把声音录进去 如果你同时接入了很多支麦克风 点击这三个点 选择设置 在设备这里选择你要控制哪一个麦克风 我电脑目前只接了一个麦克风 所以就选择默认 不用动它 同理 如果我只需要麦克风的声音 把这个电脑的声音关掉就可以了 如果你有很多个输出员 发现就算在播放音乐的时候 这个声音条也没有在动 点击这三个点 选择设置 在设备这里选择你音效输出的选项 所以如果你在录制的时候 发现声音条没有在动 你就到这里来调 调到有声音的那个 然后去试着录制看看就可以了 我们在录制的时候 如果想听自己的声音效果是什么样的 点混音器下方这两个齿轮 在麦克风这里把监听打开 选择这个紧监听 现在我们就能听到自己的声音了 因为后面我们要对音效进行一些设置 为了能实时监测每项值调整后的效果 我们在设置音效的时候 一定要把这个监听打开 如果你录制的画面和声音不同步 可以来同步偏移这里 进行调整 那如何让录制的声音变得干净 听起来很清晰 且没有噪音呢 我们点击麦克风音轨后面的这三个点 选择滤镜 我把这个弹窗调小一点 方便看到下面麦克风的音轨 好 在这个滤镜弹窗的右下角 加号这里 我们看到有很多优化声音的设置 因为我们已经打开了监听 所以这个时候你应该能听到自己说话的声音的 那我们开始对这些选项进行设置吧 第一步 我们先选择噪声意识 把基本的噪声清除掉 比如麦克风的电流声 电脑风算运转的声音等等 逸致方式选择这里 有低质量和高质量两种选项 我们来测试一下 我用的就是普通的耳机 我们先选择低质量 把值调到-60 我们来听听效果 能很清晰的听到敲键盘的声音 我们再把值调到-0 再试试 还是会有敲键盘的声音 如果选择高质量的 我们再来听听 敲键盘的声音就被进化掉了 所以这里我们选择高质量的效果会更好 我们再来看看这个功能 点加号 选择噪音门线 点击确定 我们看到这里有一个关闭预值和打开预值 关闭预值这个-32dB 表示声音一旦小于这个值 它就不会收录进去 打开预值这个 表示我的声音大于-26dB 我才进行收音 可能你会说 那这个功能是不是可以代替降噪功能 其实是不行的 我们把噪声一字禁用掉 我现在不说话 只是敲键盘 你们刚刚应该是听不到任何声音的 因为敲键盘的声音小于-32dB 所以它没有收音 但是一旦我边说话边敲键盘 因为我说话的声音大于-32dB 所以一样会把我说话时伴随的杂音一起收录进去 如果你想对音色做一些修饰 可以添加这个三段均衡器 如果你是声音高音部分比较重 就降低高值部分 如果鼻音比较重 就把中值拉小 如果低音部分比较重 则把低值拉小 这个要一点点的去试 每个人的音色不一样 所以要根据自己的声音一点点去调 调到OK为止 不要一下把值调太多 调太多听起来效果肯定会不自然 像我平时说话 鼻音比较重 低音很轻 所以我就把高音和中音都降到了-4 把低音则拉到了4 我们再来看看这个比较常用的功能 压缩器 确定 我们看到这个比率 预值 这里有一个10比1 这个预值是-18 我们平时说话声音往往会忽大忽小 录制出来的效果不会那么平滑 这个预值就是限制你的音量 如果超过-18 就会把超出部分减小到1分之1 它不是把整体的声音减弱 是把超出-18部分的声音进行减弱 比如我说话的声音到了-10 那么超出-18的部分 也就是把超出的这个8个值调小 只留下超出部分的1分之1 也就是0.8 这样就无限压小至我们设置的声音范围了 如果你希望声音起伏稍微大一点 也可以调成至1分之1 甚至是1分之1 试试哪种效果是比较适合你的 我们来测试一下效果 我把这个预值调到-40 把比率压缩至1比1 我们看看这个音轨 很轻松就到了黄色区域 我把比率再调到最左边的32比1 当然这里是为了演示效果 我先还原成默认值 我们在调这个预值的时候 主要看我们平时讲话的声线在多少 就调到多少就可以了 像我平时的声线在-15 所以我在这里设置成-15 比率我还是保持默认值 这个起始时间是指从你很大的声音 压到你上面设置的声音效果的时间 如果设置6毫秒就会快速把声音压下来 如果你把它设置在100毫秒 那它就会有个线性的过程 通过100毫秒逐步地把这个声音压下去 我们来看看效果 默认值的时候 嗨!嗨!嗨! 它马上就把这个声音压下来了 声音感觉比较紧凑 听起来不是特别舒服 找到我平时感觉比较舒服的值100 嗨!嗨!嗨! 能听到声音大了一些 这个是通过100毫秒逐步地减的效果 那我们再拉满到500 嗨!嗨!嗨! 这个声音感觉就比较拖沓 所以我把这个设置成100毫秒 示范时间是指你的声音一旦低于-15 它就会停止执行压缩器这项功能 达到1毫秒就会立即停止 值越大 它也是呈现性慢慢回来 我们从1毫秒 500毫秒 1000毫秒 分别来听一下 一毫秒 一毫秒 嗨!嗨!嗨! 500毫秒 500毫秒 嗨!嗨!嗨! 1000毫秒 1000毫秒 嗨!嗨!嗨! 整体停下来 感觉500毫秒其实会更舒服一些 这里单独测试人声可能效果不是特别明显 在做声音自动避让的时候 能比较清晰的感觉出差别 我在讲直播间游戏声音音乐声音自动避让设置的时候有详细介绍 感兴趣的话可以看一下下一个视频 如果按照上面的步骤你发现输出来的声音一直在红色区域内 或者怎么说都很难到这个黄色区域 那就是声音过大或者过小了 我们可以在输出增翼这里调整 这个输出增翼是指在减弱音量后 整体的声音要不要增大或者缩小 我们往左拉 输出增翼的整体声音就会变小 往左拉 往右拉就会变大 往右拉 一次不能调太多了 调过了声音听起来就会不自然 你看拉到什么位置听起来最舒服 就把直设定在那个位置 我这个声音感觉在零就OK了 所以我就不动它了 闪避目标这里主要是做声音避让 比如你在直播游戏时 游戏的声音会比较大 当你说话的时候 游戏播放的声音会自动被压小 主要突出麦克风的声音 停止说话时 它会恢复成原来声音的大小 这个操作步骤稍微有点多 不过并不复杂 我们单独放到了下一个直播间游戏声音 音乐声音自动避让设置的视频中 详细讲解 如果你在直播游戏的时候 突然间非常激动 啊的大叫了一声 就会导致爆音 这种情况怎么避免 我们来看看现幅这个功能 这个功能用的人蛮多的 大家看看这个预值 这个-6表示我说话的声音最多控制在-6dB 如果超出了 它也会把我的声音压回到-6dB的大小 我再把声音往下调 大家听听效果 这时候我的声音变小了 因为它把我的声音限制在了-20dB 我先把它恢复成默认值 你看我这里说话的音轨一般在-10dB左右 那我就把它限制在-8dB 避免突然一个大声把人吓到了 现在看我不管怎么喊 都不会超过这个-8的值 啊 如果我们录制的声音太大或者太小 我们可以来看看这个功能 新增 增益 点击确定 这里可以调整你要增益的声音大小 如果往右边拉就是调大声音 往左边就是调小声音 我们把它一点点往右拉 直到你的声音很轻松就到达黄色的区域内 我现在把这个声音调到-20 这个音轨一直在绿色区域 如果我调到-0 它很轻松就到了黄色区域了 我再把声音调到-20 现在听很容易就报音了 我这里设置成-0 基本就是在黄色区域了 如果我们想要加一些混响方面的插件 我们可以再选择新增 VST2.X插件 在这里安装一些VST的插件 当然这么多声音处理程序如果都启用的话 是很吃电脑性能的 所以大家可以点旁边这个小眼睛 挨个屏蔽这些功能听听声音效果 如果觉得能接受的话就可以不用加这项处理功能 把你认为最需要的那几项保留下来就好 如果你有多支麦克风想要同时收音那就点击设置 音频 麦克风辅助音效2 直接选择你的第二支 第三支麦克风 有多少支就在这里设置多少支就可以了 好了今天我们就分享了如何能正确使用音效设置 获得比较干净的声音让你录制出来的效果更好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请记得点赞关注我 谢谢大家的支持 请不吝点赞关注